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命的善恶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 而人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质 但当影响到真正一个朝代一个环境 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环境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真正的原因是生命的品质 就是生命的特点生命的品质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宦官当政 我跟大家解释过宦官当政 其实宦官男人做了外科手术 之后呢他是无论各种原因了 他会产生极其强烈的这种自卑的东西 就像你到泰国去看那个人妖对吧 那他那些人到了职养年轻 等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非常的惨 非常的惨 因为他自身的心理的扭曲 他无法正常面对这社会的一切 我个人到泰国去过两三次 在一些海边的一些餐厅里 见到这些年老色衰的这些老人 那其实他不老 他也就三四十岁 四十岁左右 他已经登不了台面了 他什么都做不了了 只能做这个最低档 你可以看到 尽管语言上稍微有些差距 你完全能够感受到 他心里的完全扭曲的概念 这是一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今天的环境中 全世界抗击疫情最好的国家 全是女领袖 全是女总统 女总理 他的概念其实是阴阳反背的概念 宦官当政那种阴狠毒辣 让人无法想象的那一份邪恶 渗透在他的时代里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在朝 在遇到宦官当政的时候 都是最邪恶的时候 他最邪恶的原因就是 正常的人性与生命 无法面识他 无法指使他 也无法面对 所以他的恶 来自于他生命的 最内心处的自卑 但他要用权力来表现出他的自负 用他的手段 不择手段的做法 来表现出他的聪明与智慧 但明眼的人看到 这是垃圾中的极品 他的生命品质是极端卑贱的 但是他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 又让所有正常的人 无可奈何 昨天到今天 世界卫生组织召开 世界卫生大会 叫WHA 在过去的时间里 人们一直在争取 全世界主要的国家 都争取台湾去参加 结果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拒绝了台湾的要求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全利益上的冲突 台湾是在今天的环境中 在遭遇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国家 而在我眼睛里 他做的最好的原因 拒绝共产党 这是第一条 而WHO拒绝他参与 分享WHO的资讯 从而他没有受到污染 没有受到WHO的欺骗 从而成为今天最好的一个国家 我不认为在 在很多今天利益的角度来讲 看待问题的时候呢 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原因今天是一个资讯的年代 人们太多的人崇尚科技跟技术跟情报的交流 所以你要说他做的好事 因为WHO拒绝他参加 有些人就以观望态度去看了 他就失去了生命上的认识 所以美英法德日 欧盟都联手要求WHO接受台湾 但最后拒绝了 在拒绝的背景之下 昨天开幕式现场直播 第一个发言的是东道主的总统 瑞士的总统 因为他是用视频的 所以因为都不用到一块去 用视频的方式 第二个是联合国秘书长 因为WHO是联合国框架下的组织 第三个发言的 本该是南非总统 南非总统因为没上得了网 就这么写的 网络出现状况 不能展现他的视频 所以由习近平来致开幕词 作为主要的发言者 北京胡同长大的 碰上这么鸡贼的男人 大嘴巴抽他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人的龌龊跟下贱 不能这么表现 南非的总统 因为网络问题 所以没能在准时间连线 所以就没办法发言 所以把第一个发言的 让给了习近平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 整个前台词就是 透显出他的生命品质 和WHO的下贱 龌龊肮脏 他们是与人民为敌的 与人类为敌的 展现出来的垃圾 龌龊的行为的生命品质 又让其他人感觉很无奈 而别人无奈的过程 被他们任意羞辱 蹂躏跟肮脏的过程 是让那些其他正常的人 能够从自己的利益中 从自己现实 不能在生命上认识 邪恶品质的这种错误中 逐渐醒悟过来 它是个苏醒的过程 等于习近平羞辱了 所有昨天开会的人 习近平跟WHO 联手羞辱了他们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这在浮游街 在这个中南海边上西墙 浮游街长大的 碰上这样的人 大嘴巴抽他 就像大家打牌耍赖皮 那种鸡贼 无能 龌龊 肮脏 都在其中 你怎么能想象 一个联合国开会 那南非总统说 我们家网络不太稳定 让给习大大发言吧 你想想 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所有这些组织 所有这些所谓的一切 都应该成为垃圾 南非总统是南非三军司令 参加视频有问题 但他可以冠冕堂皇的说出来 大家也都接受这种事实 为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 今天太多的人生活在技术上 他看不出这是一种 就是WHO跟习近平就勾了个线 那你要说让我习近平放第一个讲话 我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我放第二个吧 但是呢 你把钱给他扒了 你说他新闻报道也是 那第三个应该是 这个南非总统讲话 因为网络问题 所以改为习近平讲话 我觉得就是全世界的 整个人类那你就受着了 那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表达的一切 是把责任全都推出去 中国开明自由奔放负责 所以WHO跟习近平 在昨天会议上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是反人类罪 试图谋杀 是他们联手干的 反人类罪 试图大屠杀 全人类大屠杀的罪名 是因为他们拒绝台湾进入WHO 去分享他们拯救生命的经验 而在今天 每天在全球 在死着几千人 乃至上万人 这是今天给人类的教训 所以我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 你不用想着疫情有办法 今天的德国的医生 在柳叶刀上登了一篇文章 他明确讲 根本捕捉不到 武汉肺炎病毒的任何变化的踪迹 根本捕捉不到 当病毒一出现 即刻就转变 德国是欧洲最早出现试剂的国家 就是测试的 那个人是当年2003年 北京非典时 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的医师 那2003年为什么没有大爆发 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在第一时间切断了中国跟海外的联系 那德国又是在欧洲最早感染中共病毒的国家 可是他的死亡率很低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人们不改变想法 就不可能 那怎么办 就需要时间 人类在此遭受苦难 所以共产党天灭中共 跟中共病毒是同生死 中共病毒没了 是共产党完了 不用去期待着哪一天会如何改变 人类的生活全改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